这个女人正在和男友为爱鼓掌 窗户就突然被炸开 一群老外从直升机跳下 和男友打了起来 顷刻间屋内硝烟弥漫 女人开枪对敌 但此时敌众魔寡 男友最终被对方挟持 他们想以此威胁 让女人盗取商业机密KTV 原来女人曾是有名的神偷 她叫凯特 从小便沦为孤儿的她 和六个同样不幸的姐妹合作 做起了偷盗的勾当 三年前 她前去一个富商的晚会 盗取一条价值三千万的项链 舞池中人们心荡神窑 凯特戴着摄影墨镜 发现了今晚的目标 她正在和一个男人翩翩起舞 借着敏锐的嗅觉她断定 这个男人和她的目的相同 而且偷盗能力不在她之下 两个神偷碰头 随即打起了赌 他们要看看谁先拿到项链 不久凯特便寻到女人的房间 只是正当她要拿走项链的时候 暗处的男人开口了 原来富婆脖子上的项链是假的 而她已经发现真项链的所在地 她查出富商家里有一座花费五百万修建的游泳池 能用这么大的代价打造 里面肯定藏着更珍贵的宝贝 有了这样的设想 两人说干就干 一同跳入了游泳池 果真在水下发现了保险柜 男人用嘴递给凯特钥匙 拿到项链后 男人把她带到凯特的脖子上 此时警报响起 男人却并不慌忙 扔出攀岩绳一跃而上 并迅速解决一众保镖 自那之后 凯特便和她相爱了 他们拥有最强的偷盗技能 盗取的钱财宝贝 一辈子都用不完 久而久之 凯特便有了回归平常生活的想法 她劝男人金盆吸收 得到的却是她的拒绝 男人拥有最强的技术 最好的头脑 她要找到最想偷盗的宝贝 所以不能收手 也不想收手 两人的关系从此一落千丈 不久便分道扬镳 凯特按照自己的想法 回归社会做了一个普通文员 每天就是记录会议内容 对于记忆力抄群的她来说 日子略显枯燥 但好在安稳 凯特依然忘不了那个男人 她脑中时常想起男人的名字 紫阳 路上也总是出现她的身影 但凯特知道一切都过去了 今天是凯特的生日 姐妹八爪来为她庆生 只是刚到餐厅 凯特就发现八爪的烟 换成了紫阳长丑的那个牌子 她有些诧异 便故作轻松的试探 八爪却很坦然 表示只是偶然换成了这一款 经过这次重聚 两人回到了亲密无间的生活 然而就在这晚 两人刚回到家里 就突然听到手枪搬动的声音 好在两人伸手出众 三两下就将来者制服 不掉他们随即放出影像 屏幕上出现的正是紫阳 她被绑架了 绑匪利用紫阳 威胁凯特出山帮她做事 否则就要了结紫阳的命 虽然两人早就分手 但凯特还是决定救她 她重新联系了七姐妹 让他们帮忙监控绑匪的行踪 姐妹团里人才辈出 全是电脑专家 很快就准备就绪 这天凯特的公司正在开会 他们研发了一款防病毒软件 名叫KTV 它能杀掉八万种以上的病毒 甚至能探测到最新型的病毒 就在此时 对面绑匪发来消息 让凯特把会议记录传给她 凯特果断拒绝 对方却用紫阳 以及她老板的命威胁 凯特环顾四周 果然在对面天台发现了狙击手 凯特只能先答应下来 他戴上录制眼镜 和老板一起来到存放KTV的保险库 想要打开保险库的大门 首先要输入金格的指纹 再输入密码 将下面的光柱 左拧三圈 右拧两圈 然后握着光柱不动 同时 保险库里另藏玄机 在里面声音只要超过30分贝 就会立刻拉响警钟 而KTV的文件 总部会在2001年1月1日 临时传过来 让他们下载 等他们出去后 整个系统都会锁上 苍蝇也飞不过来 昨晚 八爪突然劝凯特放弃救紫阳 他不明白 凯特明明已经过上平静的生活 老板托马斯也对他有意 他完全可以不管紫阳和托马斯在一起 可凯特不想这样 他一定要救紫阳 为了得到金格的指纹 他们派最性感的姐妹孔雀勾引 谁知金格竟然抵挡住了诱惑 拒绝了孔雀的嗜好 这让大姐猴子很生气 于是上前要教训他 面对责骂 金格竟一场高兴 这让猴子姐属实蒙圈 最后才知道 猴子姐长得像金格过世的倒破 看不出金格原来这么痴情 此路不通 那就另辟蹊径 他们想要找电子爆破专家白骨帮忙 但白骨是天生的色鬼 宁要美女 不要钱财 况且他现在正在坐牢 但为了救出紫阳 姐妹团愿意一事 他们来到监狱和白骨谈判 白骨却面露银色 对着玻璃狂舔蜘蛛 蜘蛛吓得花蓉失色 急忙逃离现场 行动一次次失败 让姐妹团深感挫败 但绑匪又来中击 他们给凯特寄来快递 打开一看 竟然是紫阳身上的纹身 这样赤裸裸的威胁 让凯特既气愤又心疼 绑匪的动作让凯特明白 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他有先发之人 从绑匪手里救出紫阳 凯特假意拿到KTV 联系绑匪前来交易 等到了约定地点 及姐妹分头行动 他们趁机在敌方身上安插监控 然后混淆敌方视线 很快便找到了紫阳的位置 随后在姐妹精密的计算中 凯特假借中奖之游 混进了紫阳被关押的房间 他动作利落 几枪就把看守解决 再次重逢的两人随即拥吻 酒区的情愫再次袭来 凯特再次沦陷 只是老外没有想象中好对付 看似是他们赢了 实则老外也留有一手 在得知凯特使诈后 迅速展开决斗 姐妹团也不逊色 火速变通 打枪对阵 常年的训练使他们默契十足 很快就将敌人全部拦住 让凯特带着紫阳逃走 紫阳虽然身体受伤 但枪法依旧潇洒 姐妹团约好在码头会合 但救出紫阳的凯特 却被爱情冲昏头脑 他临时改变计划 带着紫阳来到了 他们七姐妹儿时的住所 他帮紫阳洗净身子 抚摸着她的伤口 曾经的回忆涌伤心头 紫阳故作轻松 他不禁感叹 如果不是这纹身 恐怕今天早就没命了 他把凯特拉入水中 再次忘情了身闻 此时姐妹团要被两人甩到烟消云外 姐妹团一直等到傍晚 一直没有等到凯特 便怀疑他去了儿时住所 得到肯定答案后 众姐妹都很生气 他们这么真心实意地帮助凯特 而他却擅自改变计划 害他们担心 更过分的是 一切还都是为了一个男人 凯特自知理亏 只能再三道歉 好在猴子姐站出来为他求情 才让众姐妹原谅了他 此时紫阳也站了出来 替凯特向他们道歉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他们也不再怪罪 只是八爪却神情微妙 似乎还在生气 姐妹团喝完酒后 八爪又站在阳台发呆 猴子姐故意打句说 八爪莫非是爱上了凯特 在这里吃飞醋 得到的当然是否定的答案 只是八爪的异常 着实让猴子姐怀疑 重逢的爱人缠绵一晚 天色大亮后 紫阳才起了床 他点上香烟 坐在那里沉思良久 似乎心里有什么大事 凯特向他招手 希望刚要过去 爆炸声突袭 绑匪开着飞机 找到了这里 凯特下意识 将床翻倒挡子弹 紫阳则上前和那人搏斗 奈何他身上有伤 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 最后又被鞋持带走了 看来这场战斗 才刚刚开始 凯特费尽心思 想要打开保险箱密码 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此时绑匪再次发来威胁信 现凯特三天内拿到KTV 凯特彻底崩溃 猴子姐见他这副模样 主动提出帮他摆平京哥 他穿着性感来到京哥身旁 京哥果然主动搭讪 但猴子姐热衷埋骨 再听到隔壁在堵马 就本性暴露 好在京哥没有在意 猴子姐顺势而上 想和京哥一步到位 谁知京哥直接拒绝 看来京哥这条路是行不通了 现在唯一的希望便是监狱里的白骨 他们决定来应的 于是又展开行动 半路围接警车 强行把白骨绑了起来 但白骨依旧死性不改 坐在蜘蛛对面 眼神非常猥琐 他戏谑道 只要蜘蛛能跟他一玩 他就愿意帮助凯特盗取KTV 凯特被白骨激怒 直言一口价20万美金 他不答应就杀了他 为了得到京哥的指纹 猴子姐被迫穿上带有感应器的裙子 这次他开门见山 让京哥摸他 京哥羞涩无比 再次拒绝 他让猴子姐彻底失去信心 拿着京哥的手 强行盗取了他的指纹 深夜 他们来到保险库 白骨也终于松口 答应凯特的要求 不过他要200万美金 凯特爽快答应 他带着白骨来到保险库外 利用京哥的指纹 打开了第一道门 但第二道门 不管输入什么密码 都打不开 原来第二道门 采用的是生物信息技术 他记录了第一个 输入密码人的体温 必须一致才能升降 白骨拿出一副手套递给蜘蛛 让他输入密码后扭转光柱 一顿操作后 大门顺利打开 但还需要蜘蛛保持不动 否则门就会立马关闭 里面的人也会缺氧而死 为了让凯特顺利复制KTV 蜘蛛强忍心中不适 放任白骨对自己的不轨行迹 白骨则告诉蜘蛛 以后但凡有要他帮忙的事情 无论生死都在所不惜 凯特这边有了白骨的帮助 顺利拿到了KTV的数据 任务完成 白骨也可以走了 但蜘蛛却主动提出自己送白骨走 他要报仇 为了帮助凯特 他受够了白骨的猥亵 今天他要让白骨知道 自己并没有那么好惹 另一边 凯特第一次有了疑虑 一切都太顺利了 顺利的不正常 接着思绪又来到八爪身上 他又想起八爪的香烟 想起他脖子上的吻痕 继而怀疑他和紫阳的关系 然而拥有同感的还有猴子姐 他也发现了八爪的异常 怀疑八爪爱上了紫阳 更怀疑 一切都是两人的圈套 只是他们毕竟姐妹一场 不好如此肆意揣动 八爪作为与绑匪的联络人 很快就和绑匪约好 他要带着凯特赴约 交易地点在一个地下管道 一旦开枪就会爆炸 猴子姐这边也不放心 他及时通知了姐妹团 叫回了蜘蛛和白骨 悄悄尾随凯特来到交易地点 然而凯特并没有向绑匪屈服 他将假数据交给绑匪 却不慎被他们识破 紫阳看情况危急 拉起凯特就要逃跑 赶到的姐妹团则帮他们断后 此时枪声四起 管道破裂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只是此时敌众我寡 眼看蜘蛛不敌 白骨突然冲出 为他争取了逃跑时间 而自己也如承诺的那样 被绑匪穿透身死 逃跑中八爪拦下了凯特 他质问紫阳是否已经拿到KTV 紫阳不可置信 原来一切真的是紫阳和八爪的阴谋 两人也正如他猜想的一样 很早就在一起了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被利用的不只是自己 还有八爪 紫阳是个神偷 只要他想 没有他偷不到的东西 所以他自信自己能够操控两个女人的心 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而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偷走凯特的心 就在这时八爪突然开枪 紫阳没有丝毫犹豫 替凯特挡下了子弹 他原以为凯特也好 八爪也罢 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然而到了危机关头他才明白 原来自己的心早就被凯特偷走 看着眼前的八爪 凯特的心凉了半截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 居然会为了一个男人出卖所有人 而八爪的嫉妒早就显现 从小到大凯特就比他强 所以紫阳他必须强 就在他再次开枪时 绑匪突然偷袭 一个大招解决了他 随后管道爆炸 事情告一段落 凯特也从此失踪 再没了消息 《角色神偷》上映于2001年 是舒淇 张志森 吴君如等主演的犯罪电影 影片以灰色为整体基调 突出了影片的神秘性 以及整体的疑惑感 另外电影镜头的运用 也侧面增强了剧情和悬疑氛围 让电影节奏很紧凑 情节发展更加紧张 作为20年前的电影 导演的眼光极具预见性 在其中增加了很多科技感的情节 使电影更加跌宕起伏 同时 《黄青》的客串也非常调言 现实中花编新闻不断的王导 剧里竟然扮演专一好男人 实在讽刺又搞笑 都穿着性感 各剧风骚 导演设计了多个大尺度镜头 来刻画主人公的性格与情感 将男女之间的情愫外化 更加直白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这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镜头刻画 是现在无法复制的经典 导演用一个神偷的设定 向观众展现了什么是人无完人 一个试图操纵一切的人 必定会被反向操纵 继而掉入自己设下的现行里 所谓自食恶果 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导演在结尾设定了开放世界局 给男主女主以及观众都留有余地 让角色脱离电影的束缚 能够自己发展 总体来说是一部不错的电影 那么你对电影中 哪一个情节印象最深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了 梦德四九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